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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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处王处长第一件事就是还是要把转程的公车的路网 要把它建立起来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宣导 加强宣导 那再来就是我们现在有在推动月票 那等到月票这个系统完成上路以后 那对于这个转程是没有成本的话 那我相信这个大家会更有意愿来使用这个运据 那当然就是我们努力来这个鼓励大家来转折 尤其是天后不想影响到上班时间的话 来做这个就非常有意义 在出发之前 基隆市长谢国良特别在基隆火车站向外界说明 这一班他争取的自强号有增加停靠南港站 可以方便到南港转程的民众一个新的选择 这个是我们在前一阵子争取了很久的基隆南港直达车 后来感谢台铁相关的配合 从我们到基隆八堵到台北的自强号 7.34分出发家庭南港 那其实在八堵停 对于现在很多安乐区 因为要到国道客运 常常塞在大五轮及迈进路上面的旅客的输运也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会继续的努力来争取直达车 基隆市长谢国良在选举期间非常关心通勤族 也特别提出来直达车的概念 希望减轻基北通勤族的通勤辛苦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国民党籍前基隆市议会副议长 现任基隆市议员林佩祥正式宣布参选2024立委选举 林佩祥站在自己的选举看板前面强调 前进立法院就是要让基隆通勤族早15分钟回家 希望争取市民的支持 给他一个机会前进立法院 为基隆市民以及基隆市政府 争取更多符合基隆人各方面的利益 我为什么想 这怎么会参选立法委员的初衷 我想让我们的上班族 准时上班 早点回家 早15分钟回家 陪陪爸妈 陪陪孩子 多有一点自己的时间 所以我想去国会到中央 然后帮我们至少十万通勤组 我现在就可以帮他们多争取一点权益 至少或许班次多一点 尖峰 离峰 班次 或许说客运公司多愿意开一点车 或许说我们票价可以便宜 而且便宜到说大家负担得起 但是车子可以越来越多 这些都是公路总局高工局他们要处理 或许我们捷运是不是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有什么改善 这些都是立法委员可以去建议的 这我至少肯负责任说 过去我弄了两条跳挖公车 因为我知道基隆通勤太辛苦 我知道尖峰时段真的 他们客运公司不愿意开 没有加班车 我真的知道这些事情 所以我愿意说 我去想办法跟新北台北做协调 我安乐区开一条 然后南区开一条 为什么 南区不是我的选区 我为什么愿意开 因为我知道他们等车的很辛苦 也有媒体问到 要挑战2024立委的人选 极有可能是现任民进党籍立委 蔡世英 林佩祥认为 他在为基隆市 以及市民该争取的福祉上 缺考缺席太多 不管是捷运也好 还是不管台铁也好 还是不管说扣来港务公司 观光局也好 全部都是交通部的问题 全部都是中央部会的问题 而这个中央部会 唯一可以改变他的人 不是谢国良 而是现在的立法委员 国会议员 而且基隆只有一席国会议员 与其刚刚有人说他不及格 我倒不如说他缺考缺席 他一直在缺考缺席 所以我会认为说 我们需要一个国会议员 那我愿意尽我所能 把大家的声音 带到国会去 请听所有基隆市的声音 请听所有我们基隆人的声音 另外总统大选和立委选举一起 所谓母鸡戴小鸡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至今还没有定于一尊 以及国民党选策会的问题 林佩祥会不会忧心呢 答案是当然会 这方面会不会担心 影响到立委的选情 会啊因为已早不已迟啊 很多事情人家说 既然现在这句话 超前部署已经变成一句笑话 但是提前作业还是正确的 第二个我们要符合这个时代的民意 这个时代的民意 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一样 中间分子是四十几岁 现在投票最踊跃的族群是28到32岁 大数据跟我们讲了 已经有28到32岁的时候 那我们继续去用过去 六十几岁七十岁的思维 来去判断未来的走向 这其实是很不可取的 所以符合未来时代的趋势 民意的趋势 是本党应该要优先做的事情 林佩祥也强调 如果党内有其他同志 也宣布要参选2024立委 他一定会依照党内的初选体制 来进行争取提名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9026路线客运出现严重拖搬问题 及持续督促公路总局要求业者紧述 改善的立法人蔡世英表示 拖搬的主要原因在于司机员不足 因此交通部方面将提出协助客运业者就业方案 以补助司机员新制方式 协助非直辖市的国道客运业者 维持足够的客运班次级运人 让通勤民众不会等不到车回家 预计最快3月底将公告实施 目前的许多的客运业者 面临因为旅运需求的增加 但是司机的这样的一个供给 没有办法配合造成有拖搬的情形 那其实在9026方面是最严重的 那这个事情我之前也说明的很清楚 9026过程当中 我是支持原来的客运业者继续营运的 那另外我也有来要求交通部 针对于客运业者的司机 提了另外一个新的所谓的 补助协助客运业者的就业方案 那交通部最近就会把它公布出来 那公布出来之后 我相信一定程度的可以疏解 关于国道客运业者司机不足的问题 因为国道业者 国道客运业者司机不足的问题 不是只有在基隆这个部分而已 全台湾所有的国道客运业者 都有面临这个情形 所以交通部有重新 拟定了一个补助的方案 希望让所有的国道客运业者 大概每日的进出车站的情形 那目前其实还有很多增加的空间 跟预遇 所以在这边司机也要呼吁 我们四名好朋友 如果有需要用到南港车站 作为转程的好朋友 希望他能够来使用 因为这个东西施办到四月底 那我们期待未来 如果旅运人数有够的话 那我们希望四月底之后 成为正式的颁表把它纳入进去 至于金融市议会前副议长林沛祥 宣布参选立法委员 蔡世英强调 参选是每个人的权利 她都给予祝福 不过对于林沛祥 讽刺她选后看不到人 蔡世英则提出各项作为及成果 予以驳斥 并直说 靠批评真正做事的人表达优秀 大可不必 金融是每个人的权利 那我祝福林沛祥林先生 表态参选立法委员 那但是我要先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就是 适应过去这几年 在立法院的表现 屡次的荣获公都盟评价 为优秀立委 也是基隆历届以来 表现最好的立委 我想这个 市民都看在眼里 所以我想 林沛祥或者其他的候选人 可以有任何的主张 跟任何的想法 但是靠着批评 世英来表达她很优秀 我觉得这大可不必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导 学民共享经济成果的普发6000元 预计最快3月底即可领取 立法院蔡世英特别邀请伊甸 创世 仁安 华山及家福等 基隆五大社区团体召开记者会 宣布自己领取的6000元 将捐赠给慈善机构 向抛砖领域 邀请国人加入捐款行列 让经济成长的成果 能转化为社会的爱心 估计这几年因为政府的财政状况很好 全民的经济更好 所以这一次的超真的税收的部分 那我们在立法院通过 要普发6000元 给我们所有的全国的好朋友 那我想说借着这个时间点 来跟大家宣导一下 从3月23号开始 就可以透过网站来预先登记 那所以今天也特别跟各位报告 这个好消息 那当然最主要的是 我觉得今天我们很高兴 特别来邀请我们金融市的五个重要的 我们的社会福利团体 请他们大家来一起 跟市营一起来宣导 让更多的金融市民好朋友 或者是全国的好朋友 当你拿到这6000元的时候 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来做爱心 来支持我们五大福利社会福利团体 让他们能够在社会福利的方面做得更好 出席记者会的金融市员五花家 与五大社福机构也呼吁社会大众 用小确信做公益 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可以获得专业协助 大家可以普花6000注尿布 月捐300注6餐 创世基金会邀请您 共享乐助植物人 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样子的时间当中 民众能够发挥你的爱心 播出一些来帮助我们 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我们获得政府的美意的同时 也可以号召大家一起来做爱心 让更多需要被帮助的朋友 获得帮助 赛世音也代表知名食品业者 捐赠1000包牛嘎糖给五大社福机构 希望慰绕辛苦的社福人员 在享用台湾精致美食后 服务照顾弱势民众更有力 记者张奇藤金融报道 像我刚刚在走去再走回来 我就觉得整个街道是近空 感觉就很舒适 我相信观光客来走 也会有这种舒适感 我觉得还不错啊 就不会很挤 然后大家撞来撞去这样 所以我觉得很棒 就是因为有时候人潮多的话 这边会很挤 那如果你有停车的话会更挤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很多这边游览车会下来 就是游客会下来这边走 那都会在这边集合 这边一定很多人 市政府正在庙口爱三路 30号到72号推动骑楼进空 让民众经过这段骑楼 走起来感觉很舒适 市长谢国良也亲自到庙口 这个示范点来宣导 呼吁店家和民众共同来支持 让基隆更好 我们请了交通处 然后区公所 跟我们的环保局 大家一起努力 各位有没有看到 后面这一段比较进空 我们现在把爱三路 就是庙口这一条路 的人寺路到人山路的这个阶段 就是从仁爱市场走到庙口这一段 我们属于庙口这一边的 我们希望把齐楼呢 整个做一个管理跟进空 我们希望就是走在这一条这个庙口 这个观光夜市这边 基本上让大家觉得空间是宽广的 因为以前就有一个情况就是说 有些机车会停过来 那店家为了担心机车会停过来 他也把他的店面也摆出来 变成你摆机车 我摆店面 然后大家就变 所以这个明明是齐楼 明明是行人跟观光客 跟我们本地游客游玩的空间 却变成大家敬相拜东西的一个地方 甚至有摆杂物 就是我就把街口路口当做我家的储藏室这样 那我觉得这都是对于基隆来说 这都是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摆设 我们还是希望 我们今天做一个示范热点 我们希望就是说庙口 我们慢慢来找一些地方 然后我们来进空这个环境 然后让大家来玩的时候看起来干净整洁 然后也不会满地垃圾 那这个就是属于市容整洁的部分 所以小爱爸爸就是行人友善 干净家喻的市容整洁 我们都希望说 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基隆 是一个很美好温暖 可是却又很干净的城市 而针对这段起楼进空的示范点 仁爱区公所张贴了多张公告 禁止停放车辆 涉滩营业或堆制物品 宣导期到3月19号 3月20号起将执行违法取缔 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导 基隆此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此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此云寺 阿蕙阿 通常是怎样 阿就仁爱桥4月10号 开始要改建了阿 蛤 为什麽 阿因为仁爱桥超过40年了阿 要改建才安全啦 喔 阿你是说要多久啦 从4月10号开始10个月 大概到明年第一季啦 好啦好啦 我趕快来去跟邻居说 仁爱桥4月10号要开始改建了 那才安全啦 慈云寺的财神殿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孕的香客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供信众热养 到了慈云寺可千万别忘到 财神殿残拜喔 画面上是市长谢国良到市府一楼 亲自迎接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总会长 也是前立委洪奇昌 今年夏天8月中旬 市政府将和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 基隆港务分公司在基隆港边 合办超跑直线表演继静态车展嘉年华 那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 那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 在过去的这疫情的当中 我们办过了大概近10场的超跑 在地方型的超跑 那我们发现说在码头这个地方 因为码头的整治也非常的好 在港湾这个地方 我们能够来办超跑 那时间也已经定下来 在今年的8月的中旬前后 那配合我们地方的中原祭典 然后同时呢 我们在3月份开始 我们很多的邮轮也进来了 所以邮轮也带了很多的 国外的观光客进来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观光的资源 能够把它更丰富 那然后超跑这个项目呢 对年轻人来讲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其实呢我都希望 我每次办这个超跑 我都是要告诉年轻人 一个正确的观念 才能减少最大的伤害 所以我们希望 藉由这次的活动 你们来看人家的车手 是怎么样的装备啊 还有各方面的 晚上都要受这个上课 要了解车的性质是怎么样 总会理事长还有交来骂 来看看我们基隆市府 跟我们一起讨论 我们在农历七月份 国历八月份 要举办的一些相关活动 也很感谢我们洪奇章 过去委员就是我立法院的好大哥 那他给予我们很多实际的帮助 在这一次整合这个观光旅游的内容上面 可以对基隆有实质的很多注意 在这边对于洪奇章理事长 还有交来骂姐姐 表示诚挚的感谢 因为我们过去在苗栗的通宵镇 办理我们的操跑的时候 我们也跟地方政府的配合 也就是来参加比赛的报名 参加比赛的人 他在当地消费 他拿了他的发票 就能够向主办单位来看多少的款项 在两千块以内 他就能够再领回他的报名会 全额抵消 但是前提是 你必须是 这个是在比赛的时间 活动的时间 在当地的消费的发票做一举 所以我希望藉由这个活动 若有机会 这次基隆八月份要办 大家赶快来 然后来到这里有报名的人 一定要在基隆市来消费 我们会把报名会推给你们 来我们洪理事长 赞 超跑活动规划在八月中旬举办 搭配基隆中原季的盛事 市府交通处长王俊宏 官销处长郭继 和文化局长江廷梅 也跟台湾观光旅游联盟总会 讨论交流 并展开后续的工作会议 记者黄日生陈淑萍 基隆报道 车来车往的仁爱桥上 工程员搭梯子悬挂布条 走到标语提醒用路人 仁爱桥4月10号起封闭改建 驾驶人记得改造 我们市区的重要桥梁仁爱桥 已经使用了有43年之久 那经过我们的桥梁检测发现 其实它的梁板都有一些损坏 这个桥必须尽快的来改建 那市府公务处目前在积极办理 有关地质撰探的部分 还有管线事外的部分 这部分都已经确认完成了 接着就是要跟市民朋友宣导 我们在4月10号起要全段的来封路 那我们现场也树立了这个帆布 提早的跟市民朋友来预告 希望大家能够提早来改道 市府公务处会尽最大的努力 如期如期的来完成这项工程 因应仁爱桥的改建 政府提供了替代道路 安乐区的民众 需改走安乐路 成功一路再接人五路 中山区的民众 若从西定路方向来 需改走安一路 孝四路 孝三路 中二路 安一路 再接人五路 若是从中山医路方向来的 则改走中一路 安一路 再接人五路 仁爱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节点 所以市民朋友 如果你有替代道路 孝二路 中一路 南农路那边的话 都会提早来改道 当然这个冲击还是会有 那现场的部分 我们在一开始的期间 都会有易交在现场做指挥跟引导 我希望大家能够先习惯 整个交通的一个改道措施 我们会努力的把工程来完成 尽量来缩短工程 此外配合工程交通改道 市公车路线将进行调整 政府公车处从15号起 在城隍庙 光华国宅等公车站牌 贴出了替代站牌的告示 提早通知民众 有关公车站牌的调整 跟它路线的一个变更 这部分已经都跟公车处 有在做积极协调 从今天开始 我们会在各站点 有影响到的站位 都会来做告示 至于路面的标 标线 标志的部分 大概预定下礼拜开始 也就能够提早的来 树立跟预告 也希望这项工程 能够来顺利的来完成 市府公共处强调 阳岸桥拆除重建 是在必行 但因为未处于交通要道 对交通冲击在所难免 市府会全力的协调宣导 将对民众的影响降到最低 记者 黄绍铭记录报导 他是因为去年10月份有小朋友受伤 所以导致说把他围起来封闭要做整修 那因为陆陆续续有太多民众来说 来这里观光喝咖啡走走 都没有溜滑梯可以做使用 原来卫福部在110年 颁布了儿童游戏场设施安全管理规范 商务园区内的溜滑梯 没有通过检查 都发出政委托厂商进行改善 市议员蓝敏黄关心溜滑梯 何时能够开放 邀请了都发出人员到场会刊 下面这个周边做一些软店 然后一些尖锐尖角部分 再予以重新试错 因为在去年开始封闭 主要是因为它在验售的时候 就没有符合卫福部所颁发的 儿童游戏场的相关的管理规范 所以我们去年10月份就把它封闭 那加上里长反应 有多次小朋友在这边溜滑梯受伤 那我们希望那个都发出尽快的 依相关的办法来进行改善 那原则上都发出的说明 他们已经同意 在今年的3月来巴包施工 那预计5月份就可以完成 建议说可以重新来开放使用 因为去年的检测没有符合规定 所以我们赶快跟文化局 争取了一个金费 然后我们预计3月份开始动工 然后5月份完工之后 赶快再送到检验机构赶快去复验 那合格之后就赶快开放让民众使用 而园区一旁设置了两座垃圾桶 因为常遭民众乱丢家用垃圾 加上摆放位置容易让孩子受伤 南敏华也要求设置地点要重新评估 所以这边小朋友都会在树下跑来跑去 而且这个设计的顶角太多 小儿子不小心就撞到了很危险 希望大沙湾园区这边垃圾桶 因为这里是属于小朋友的游乐园区 那希望说垃圾桶因为安全性的问题 临临角角的 小朋友在这里奔跑的话很容易受伤 所以希望说可以把它迁移的部分会比较好 同样在园区内的大沙湾 实为一购去年发生活动厂商 在一购上盯上活动指标 遭到市府开罚20万 由于移植检缩牌不够明显 加上安全设施太简陋 市议员蓝炳黄要求文化局要尽速改善 在石垢这里的话 因为告示牌的部分太小 以前有民众公众反映说 来这里观光来看 那那个指示牌这么小 老会看不清楚 所以希望文化局就变成 可以把它做一个改善 那可以加高也以防安全性 不要让民众误触这个 以前的那个实为一购 然后跟指示牌 告示牌加高 那让民众可以方便的来看 实为一购啊 因为之前有发生民众误触 那我们未来的做法 那保护这个历史建筑 国际啊 那我们会把 民众周边的 警示的设备 主个设备把它加高加宽 另外再增设我们的警示团 那让大家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能够清楚 杀完历史文化园区 腹地大 假日吸引不少观光客来玩 市议员蓝敏黄要求是否重视 游戏场安全之外 也要做好历史遗迹保存和维护 记者黄沙明 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这是小军 是小军 是小军 那么你走 要走 看 我们这就是小军 是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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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军 是小军 你不太会 是小军 是小军 长军 想知道 金融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 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迈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 晚上9点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画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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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佳琪团 关心您 寻师 梁团